你好大家好我是莫娜 這個時間會讓我出片 會讓我感受到非常開心的 就是我等了一年多的Pixel 8系列 終於是上市了 雖然在發表會之前 官方都已經自己爆料光光了 但是在看發表會的時候 看到官方把很多超猛的AI技術 放到手機上面 我還是覺得好興奮喔 而且看到Pixel 8 Pro不是曲面的 我真的很快樂 這支影片就是要來跟大家聊聊 剛結束的Google發表會 這次除了推出了新的手機 Pixel 8系列之外 也有推出新的Pixel Watch 2 還有升級目前就有的耳機 Pixel 8 Pro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是Pixel 8系列 Pixel 8 Pro推出海灣藍 鑰匙黑還有陶瓷米 儲存的空間可以選128跟256GB 不過我最喜歡的陶瓷米 只有推出128GB的版本 售價是33900元起 比起去年的Pixel 7 Pro 定價是有漲價的 而且漲了快7000元 很多人說漲很多啦 確實 但是我個人可以接受 要不要看一下這支賣多少 目前在台灣官網上面 預購的話會送最新的Pixel Watch 2 但是只能夠選Wi-Fi版 這要算賺到嗎 Pixel 8推出霧灰色 鑰匙黑 玫瑰粉 只有鑰匙黑 有256GB可以選 其他兩色都只有128GB 預購的話則是會送Pixel 8 Pro 售價是24900元起 漲了快要6000元 8系列也算是歷代最貴的Pixel手機了 外觀的重點呢 就是Pro的相機模組外觀有小改變 然後也取消了曲面螢幕 改成平面 讚啊 那手機背面的玻璃 改成霧面玻璃 上一代是比較透的感覺 Pixel 8 則是有縮小 上一代是6.3吋 這一代呢 變成了6.2吋 螢幕規格上面Pixel 8系列 搭载了6.7寸的Super Extra OLED 萤幕 据说呢这个Super Extra这个品牌呢 主要是可以让萤幕呈现更精准 更逼真的色彩表现 另外有一点也蛮值得提出来的 那就是比较平价的Pixel 8呢 它的萤幕更新率呢提升到了60-120赫兹 那它的上一代呢也就是Pixel 7的部分呢 是只有90赫兹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在比较平价的Pixel手机身上呢 也可以享受到比较高阶的萤幕规格 Pixel 8系列呢这一次呢也是搭载自家所设计的Tensor G3的处理器 而且目前很多网站上面都已经可以看到跑分了 跑分确实是蛮惨烈的 就是输其他人输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觉得Google从推出他们自己设计的晶片以来 从来都不是想要跟人家拼跑分 拼什么可不可以玩3A大作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要用AI塞爆这只手机 真的是塞爆 Google说这一代的Tensor G3呢 它的AI运算呢是比上一代还要多出两倍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的Pixel 8系列的手机上呢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黑科技 而且呢这应该也是目前所有手机品牌里面 第一支加入深层式AI技术的手机 像是它秀出了一段婴儿哭声夹杂狗狗的叫声 透过新功能魔术降噪就可以把狗狗的叫声消除 当你跟朋友自拍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啪眼 你就可以使用完美合照 它会重组所有人的表情 让那些不小心的白眼啪眼变成正常的好看表情 魔术修图 运用深层式AI的技术 轻点几下手机 就可以调整拍摄物体的位置跟大小 今年在录影上面也加入了夜视录影 可以让我们在晚上录影时 也可以有比较好的影像表现 这些呢也都是靠着Tensor G3的AI实力 我非常的期待想要玩到这些厉害的功能 镜头规格我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自行的按暂停参考 除了玩到这些AI的新功能之外 我自己还蛮期待Pixel 8 Pro望远镜头 这一次是5倍的光学变焦 我们就来看看跟隔壁棚相比之下会差多少 另外Pixel 8 Pro在拍摄上面也加入了专业模式 Google叫它Pro Controls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些摄影的参数 像是快门的速度等等 再来还有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新功能 像是Pixel 8 Pro 新增了一个温度感应器 可以透过扫描物体取得物体的温度 不知道测人体准不准 好像可以直接当温度器使用也不错 手机的部分也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Google说 未来手机软体的更新 从去年的5年延长变成7年了 也是目前所有的安卓手机里面 软体更新时效最强的 废话亲儿子 接下来是新的手表Pixel Watch 2 维持跟前一代一样的圆形设计 在材质上面玻璃上盖比上一代更加坚固 这一代还有特别强调支援IP68防水防尘 在运动或是遇到下雨的环境会更加实用 另外他也有加入安全回报 临时位置分享 Pixel Watch 2在续航上也有提升 充一次电可以提供24小时的续航 而且充电30分钟就可以用12小时 老实说在穿戴装置上面 尤其是手表的部分 就是Pixel Watch的表现 算是中规中矩啦 尤其是在价格上面 我觉得跟它的功能规格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会蛮希望说Google未来 也可以把这些AI技术 或是新的创新用在手表上面 另外虽然今年没有推出新的耳机 不过Pixel Watch Pro也有一些新的更新 像是他推出了Clear Cooling 减少通话过程中的背景噪音 然后还运用了一个叫做Super White Band的蓝牙技术 让通话传输的宽品是会加倍的 所以对话的声音好像会更加自然 然后他也会侦测用户什么时候开始说话 然后自动切换到环境模式 暂停音乐等等 这些都是还蛮人性化的更新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 Google Pixel 8表会的一个心得分享 那接下来没意外我也会拿到我的新手机 我的Pixel 8系列 到时候就来好好的评测 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体验 那大家对于Pixel 8系列的手机 或者是手表耳机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都欢迎在留言区下方跟我分享 或是有没有听Pixel已经预购完成了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下方跟我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一支影片开箱见 拜拜